安~~ 露哈的前面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那接下來為危機三天都是先預製 就是預錄好的影片 因為哲平這幾天要非常非常的忙 16號17號基本上要去擺攤 然後18號回來大概已經累成狗了吧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就會連續錄製三部影片這樣子 那今天晚上9點是我們獨自一人的貓咪大戰爭系列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們獨自一人的貓咪大戰爭的話 都可以來看一下我們晚上9點的影片 那今天本帳要幹什麼東西呢 本帳今天7月15號更新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關卡 所以這邊一大堆一大堆啦 目前來說應該今天會先努力的先來打一下傳奇薰寶技喔 看一下究竟能夠打到哪裡去這樣子 然後目前來說關卡真的是一大堆一大堆 所以大家打完基本上都有機會可以獲得受死的關卡取得喔 所以應該是完全沒有什麼問題的 然後最重頭戲的東西大概就是我們的稀有轉蛋這邊好不好 超級貓咪技 我們這邊的話我們這個黑暗的這個姑娘是登場了好不好 這個我們這個黑暗姑娘好不好 也就是我們這隻黑暗的這個舞者貓貓 冰炭灰舞娘好不好 生產時間稍短攻擊皮膚稍高的角色 可以給予無屬性敵人超大傷害 體力低時攻擊力就會上升 打倒不止生物屬性的敵人可以阻止其重生喔 所以他可以就是那個耶 進化不死敵人喔 原來這邊的話才知道 然後 不受波動攻擊和烈波攻擊傷害影響好不好 然後進化之後變成這個 生產時間稍短攻擊頻率超高的角色 可以給予無屬性敵人超大傷害 體力低下10攻擊力就會上升 然後 能對超生命體造成較多的傷害 同時受到較少的傷害 並應能破壞護盾與惡魔護盾 打倒不死生物屬性的敵人可以阻止其重生 不受波動攻擊 烈波攻擊和獨擊傷害影響喔 使傳送無效化 不受古代詛咒效影響全方位攻擊 欸這效果也太多了吧 這隻感覺好像還蠻不錯的欸 這隻好不好 那我們這幾天的話好不好 我們再找時間來看一下能不能抽到他好不好 如果可以的話 那就好了 我們這邊有2萬多的罐頭啦 那 但是目前來說這2萬多罐頭的話 應該會留一些給就是那個後續的那個 婚紗系列好不好 所以 就不太可能就是全部都槓在這邊好不好 我覺得有可能會槓 哈哈哈哈 好 那今天我們就來打一下我們的 傳奇薰寶技啦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關卡應該是ok的喔 直接速通一下 這邊第一關小敵人我們就用 好 本位上...本關上市 上位有上市的通關效果 所以基本上我們之前打過的 他不會幫我們存啦好不好 所以這邊的話只能繼續 LV給他走起好不好 收起一波 來來來來來 反正地圖關卡基本上... 喔對啦 因為他沒辦法存啦 因為我們每一次都馬是那個 都馬是重新的開始 哪裡可以存了對不對 哪裡有方法讓你存了對不對 根本就不讓你存不讓你存 來 好 LVE的話應該還好 那我們之前最高的話打到 四幾層而已啦 我們看一下這一次能不能就是 好不好 努力的給他繼續轟下去 直接給他快速吹下去 然後希望不要就是發生太多的事情 然後希望這個關卡可以給我更多的那個好不好 可以給我更多的那個 壽石地圖關卡 拜託了拜託了好不好 求他了求他了 給我更多的這個壽石關卡 我才可以就是做很多的事情 導年高貓貓來啦 出發出發 導起來導起來 其實我覺得我還蠻喜歡玩傳奇尋寶劑的啦 但是除了他就是會一直亂換我們貓貓以外 我覺得其實頂好玩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用到一些就是 你平常基本上不太會使用的那個關卡 關卡的那個貓貓喔 所以就 會看到一些新面孔好不好 新面孔歡迎會又來了好不好 就是我們這個傳奇尋寶劑的好不好 那前面十關的話應該都還蠻ok的 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這樣子喔 新面孔歡迎季這樣子 喂 他隨機到蛋蛋了啦 蛋蛋也參一角了我的天 太好笑了吧 蛋蛋也有出場的機會好不好 直接來一個守護蛋蛋了 那最近守護蛋蛋的話應該會等那個吧 等我們就是那個展場結束之後這邊再安排時間 因為會有一些就是抽獎相關的東西 不是抽獎啦 就是抽關卡相關的東西 那也就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 我們到時候就再來看一下喔 LV4繼續走起 所以最近真的是太忙了好不好 所以到時候我們的那個就是 之前抽獎到的那個聯繫環節那個 中我們就是罐頭的觀眾朋友們 請再稍等哲平一下 因為哲平最近真的是 太忙了太忙了好不好 真的太忙了 好辛苦喔 我每天放個暑假感覺根本就沒在放假啊 大家的暑假根本就不是我們的暑假吧 好多事情要做要學 像待會哲平這邊拍完影片之後我又要出門了 我要去廠部啦 因為今天是禮拜五的時候 我們要先去廠部 然後禮拜六禮拜日的話才可以就是 拿東西來賣給大家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有人來找哲平呢 不知道好不好 大家今天看到這部影片的話應該是 應該是禮拜六的五點半了 所以活動應該已經結束了這樣子 所以大家如果還沒有找到哲平 或是還沒有買哲子的東西的話呢 明天還有機會 明天還有機會 禮拜日還有一天啦 好不好歡迎大家來 好這邊LV5沒問題喔 前面的部分基本上都是一階就是那種一般性敵人啦 然後到後面的關卡才會變得比較恐怖一點點 所以前期的話應該都可以輕鬆過好不好 然後這關卡比較特別就是 他需要消耗的是那個 我們那個 傳奇關卡的那個星星 然後我最近真的也是有一段時間 沒有什麼時間打那個 傳奇關卡的三四二三星關卡 應該要趕快打一打才可以 因為我們還要拿那個就是那個 異地啊好不好 我發現一堆那個 一堆人觀眾投稿那邊投了那個異地的影片 但是我有講過就是 有一些東西就是 我如果還沒拍過的話 我是不會先去看那個影片的 所以基本上我看你們那個內容的話 應該要再等一段時間才可以出了 異地的關卡好不好 我知道有很多人投稿給我異地 但是因為異地的關卡我們還沒有打過 所以我們就 不會先讓大家上傳這樣子 我們的觀眾投稿系列 LV8 紅色三豬喔 稍微要搞一下囉 帶個蘋果貓之類的喔 不然這邊 被紅色三豬捅穿就不好玩了 被他弄穿就不好玩了各位 來來來 先出蘋果貓 好險蘋果貓在喔 蘋果貓在的話應該就還蠻穩的了 可以暫停三豬就不怕了好不好 反正暫停緩速跟擊退啦 就是對抗那種就是 恐怖大敵人的不惡法門之一 好不好 基本上有這些方法可以打 所以貓在的話你說哪一些角色推薦 最推薦就是能夠幫忙穩定陣性的角色 好不好 我覺得白烏果就是目前是我最推薦的藍眼睛了 LV9 獅子獸老師 獅子獸普通的獅子獸 隨便換一隊好了 反正到時候都會換掉 這就是傳奇尋寶技的魅力好不好 新面孔貓貓 都再次回歸 感覺就像是回家團圓的那種感覺 大家都在這邊齊聚一堂這樣子 好久不見的貓貓 你看我平常根本就不會用這些東西啊 平常根本就不知道有牠們的存在 什麼時候抽到到底都不知道 應該說牠們是什麼貓貓你也不知道 因為牠們的一階跟二階跟三階差很多 你知道嗎 你平常基本上抽貓的時候 你基本上只能抽到一階段的貓貓好不好 就很難遇到 哇這關是非常非常多死以獸的這個關卡喔 來弄起來弄起來 走起走起 沒問題 打死 LV9 帶走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LV10了喔 LV10是尋路跟那個貓頭鷹 繼續用這套隊伍 基本上我在打一般來說 我打這個關卡的話 基本上就會調配那個 能夠打一般性敵人的角色喔 但是基本上都會被換掉就算了 好 這個字 雞肉賽黑貓 雞肉賽黑貓 好 走起 這次有白無垢喔 但是好像只能緩速到貓頭鷹而已喔 哈哈哈 就怎麼貓頭鷹是有屬性的敵人啦 其他都不是 尷尬了哭了好不好 尷尬了哭了 弄起來弄起來 來 打死他們沒問題 LV10 屬於成功 今天看一下能不能再繼續打個幾關 LV11繼續 我們打到那種比較恐怖的關卡我們再挺好了 就比如說有那種就是 龐南大巫或什麼之類的那種 右手夾喔 居然讓我弄到了 那這關應該就完全沒問題了 而且還有克星那個 紅色敵人的魔戒絲哥哥跟陶太郎 對面紅色敵人根本就不用玩了好不好 害這三隻直接就把他們給打爆了 應該是沒問題 可是我們現在打得這麼過關啊 還是沒有遇到那個獸食關卡的地圖誒 不要那麼小氣嘛 給個一張嘛誒 不要那麼小氣誒 給一張會很難嗎 我不知道 黑色敵人跟蠟腸狗狗 LV12 不然我們看一下能不能衝到LV15好了 衝到LV15這樣 來來來走起 然後我們又有蛋蛋了 結果怎麼蛋蛋登場了這個機率這麼高啊 還沒打個幾場對不對 我們就碰到三次蛋蛋了對不對 一堆蛋蛋誒 要求 一堆蛋蛋 好 就是我們的 蠟腸狗狗 蠟腸狗狗 OK 打掉 LV12也是沒有問題 目前前面的話好像到15關卡 應該我覺得應該都還OK OK 也是這個一般性敵人大軍的 好 一般性敵人大軍走起 好 來 點 走起 然後這個我們的 熔岩島貓 好 直接毀掉 哦 舒舒服服 LV13 nice 沒問題 LV14 又是這些一般性敵人 感覺都很OK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都是可以輕輕鬆鬆這樣帶過去的喔 來來來 有炮灰就比較舒服啦 如果他給我隨機到 全部都是那種超大份量那種貓貓的話 那真的會死 好不好 那真的會死 走起 走起 打相再見 沒問題 喔 白霧夠助陣喔 白霧夠今天登場的次數很多喔 LV14也是沒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LV15究竟長什麼樣子 LV15就有紅色臉哥了 紅色臉哥的話這邊就用回剛剛這個 紅色敵人大本贏 應該就可以直接把他say goodbye了喔 來 結果我們現在 真的耶 打到現在 還是沒碰到半個那個 壽死關卡 太小氣了吧 太小氣了吧是否 好像我們這邊有一開始先 有這個蘋果貓可以先把這個臉哥給還住 把他暫停住 不然可能就比較麻煩了 好 這關大概就是臉哥的大本贏啦 臉哥的大本贏了 來 弄死弄死 再見再見 嘿 好 那今天的話 基本上主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最近啊 我們這個 7月15號這個改版更新 也沒有改版更新啦 就是 這個換了一大堆關卡出來 一堆關卡都出現了 然後還有我們的這個 傳奇虛寶劑 那 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東西 大概就是大家最期待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超級貓咪劑的這個 出場了喔 我們這個飛炭五娘貓 那應該是明天吧 明天我們應該就會來抽一下我們 飛炭五娘貓了 這邊我們應該 蠻多張金券的 先用金券看一下能不能把他給解決 這樣感覺 那大家有沒有抽呢 或是對於我們這次的這個 這麼多活動關卡 還有什麼想法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好不好 那哲平這三天都很忙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 三天之後好不好 再即時相見 因為目前來說我們都是錄製的 齊前錄製好三部影片 就會比較辛苦一點點 好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品牌見囉 大家 掰掰啦